第一百三十集 我不管 我 反正我不相亲 不想嫁到京城去跟那些世家弟子过一辈子 我要你负责 林雨同大将 就算有世家子弟来相亲 别人也不一定能看上你啊 叶浩轩小声嘟闹 你说什么 叶浩轩只觉得一双清冷的目光嗓了过来 吓得他连忙改口陪笑道 我是说京城来的那些世家公子 一定比我还猥琐下流 怎么配得上我们花容月貌的林大小姐 这还差不多 别拍马屁 马上帮我想办法 他们八点到 约好十点见面 林雨同看了看时间 那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还像上次遇见东方大少那次 叶浩轩不确定地说 随便你了 反正既要保持本小姐温柔可人的形象 又要让那家伙对我死心 想起上次自己把初吻都送给了叶浩轩 林雨同又是一阵娇羞 叶浩轩只觉得满头黑线 隐约感觉蛋疼 上次当许大小姐的挡箭牌 已经招惹了东方大少 这一次从京城来的某世家 来头一定不比东方红场 看来又要豁出去得罪一把人了 十一点 清源市中心一家西餐厅的前面 一名美妇站在西餐厅的门口处 抬头张望着 像是在等什么人 看了看时间 已经离十点 过去一个小时了 她不由得暗暗地交集 终于 一辆大众开了过 停到一旁的停车场中 一双踩着白色高跟鞋的修长双腿 从车上走下来 林雨同难得的一身淑女打扮 从车上走了下来 现在已经是深秋 虽然清源位置偏南 天气不算冷 但刚刚几场秋雨过去 一阵阵秋天的寒意 让人身上发凉 林雨同一身秋裙 上身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小外套 腿上蹬着一条咖啡色的打底裤 整个人显得光艳照人 她的衣服搭配得极为合理 一身凹凸有致的曲线 完美地呈现在眼前 再加上那美貌的容颜 一瞬间成了过路雄性生物心中 最完美的女神 女神 我的女神 无数路过的雄性生物 心中不由自主地呈现出这一声声音 姑姑 林雨同满脸堆笑 向着咖啡馆前面的那美妇招招手 那美女正是林雨同的姑姑 林烟 她的丈夫是京城某个世家的直系 所以一直在京城定居 玉同 近年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林烟笑着迎上去 给林雨同一个拥抱 姑姑才是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了 林雨同笑嘻嘻地说 我老了 哪能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比 说好了十点 怎么现在才来 林烟拉着林雨同问 路上堵车 林雨同随口扯了个谎 走吧 萧绍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可警告你 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我可没少操心 总想着给你找个好人家 这萧绍是北京城萧家的下一任接班人 你可注意点形象 把以前你那暴脾气给我改改 林烟边拉着她向里面走 一边警告道 姑姑 等等我朋友 她走好车就下来 林雨同并不着急着向前走 朋友 你带了你闺蜜来了吗 林烟诧异地问 姑姑 你好 正在林烟诧异的时候 一个声音响起 让她吓了一跳 转身看时 只见叶好轩笑嘻嘻地 站在两人的身后 你是谁 谁是你姑姑 林烟皱眉问 姑姑 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林雨同微微地脸红道 男朋友 林烟的脸色灯失变了 她今天来就是给林雨同 介绍男朋友的 她却自己带来了一个 这可怎么办 真的 你确定她不是随便在大街上找来应付我的 看着叶好轩一身的地摊火 林烟冷笑道 林烟出身大家庭 目光本来就独到 林雨同躲闪的目光 让她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姑姑 林雨同无语 她早就让叶好轩换身气派的衣服来 可是叶好轩就是不患 这下好了 让姑姑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 姑姑 您老一路劳累辛苦了 这样吧 一起去吃个饭吧 我问您老接风 叶好轩小嘻嘻地说 林烟的眉头灯失皱了起来 先不说叶好轩 一生一个姑姑让她反感 但是她一口一个您老怎么怎么的 让她心里极为恼怒 老娘很老吗 但是良好的家庭教育 让她忍住心头的不快 这才没有当场发火 她皱眉道 我警告你 不要叫我姑姑 我不认识你 姑姑 你是雨同的姑姑 就是我的姑姑 我这样难道有错吗 叶好轩诧异地问 在她心里 更是把这女人诅咒了一千遍 虽然她拒绝了林老的好意 但她和林雨同之间多多少少 有些暧昧 这个该死的女人 竟然为林雨同介绍男朋友 这让她心中颇为不爽 有时候男人的占有欲 是很强的 叶好轩也不例外 所以她说的话中 才是火药味十足 你 林烟简直无话可说 她转身 看向林雨同 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不管这个男人 你是从哪里找来糊弄我的 我只想让他马上 从我的眼前消失 林雨同认真地说 她是我男朋友 姑姑 我是认真的 你的男朋友 注定不是一般的人 她配吗 我告诉你 雨同 萧义是萧家未来的接班人 你如果跟她一拍即合 以后就是萧家的少奶奶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惊成萧家 林烟压着心头的怒气说 林雨同一争 突然觉得自己的姑姑很陌生 林烟的丈夫也是京城的世家 但比起萧家来 也可能有所不如 林烟之所以这么对她的事情上心 无非是想和萧家打好关系罢了 看着这个女人虚伪的嘴脸 也好宣忍不住冷冷地说道 哼 这算什么 政治联姻 我说话 你没资格插嘴 林烟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事关我的女朋友 我当然有资格插嘴 倒是你 我女朋友的事你凭什么管 我跟女童的事情 是位书记都不反对 你还插个毛的手 别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口口声声为了语童 哼 真是既当那什么 哼 又利那什么 虽然叶好轩的话没有说完 但只要是个人 都能听出她言下之意 说林烟是 既想当婊子又利牌坊 明明是想拿自己的侄女 为自己换取一定的利益 却又在这里说得冠冕堂皇的 你 你 林烟眼前也黑 差点气晕了过去 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敢骂她 骂得如此犀利的人 她转过身怒道 玉彤 这就是你的男朋友 就这样下流 姑姑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让我自己做主好不好 林雨彤无奈地说 叶好轩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 这让她心中有种莫名其妙的窃喜 这家伙还是挺在乎她的 我不答应 你要注意 你是千金小姐的身份 这样找一个流氓偷付终身 是给你爸和你爷爷脸上抹黑 林烟怒道 姑姑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爷爷都不会拿我的终身大事 去换取她的利益 林雨彤的声音突然一流 你 林烟知道自己 话说得重了 她换了个缓和的语气 又苦口婆心道 雨彤 姑姑说的话是有些重了 但是姑姑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是为了你的利益好吧 叶好轩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 你 林烟大怒 却又无从反驳 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家族在京城算不上什么大事家 勉强入得了三流事家 虽然萧家同样是三流事家 但比起她丈夫的家庭来说 强了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她就打起了自己侄女的主意 想借她攀上萧家这个大家族 林姨 怎么不进来啊 这位一定是雨童吧 正在林烟愤怒的药爆发时 一个声音从餐厅里面传出来 紧接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单看她的一身气势 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 林烟连忙露出一丝笑意道 小玉 这就是雨童了 刚才路上堵车 所以来得晚了 你别在意 你们两个聊聊吧 你好 我是小玉 是京城过来的 很荣幸能认识林小姐 小玉一看到林雨童 双眼就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 她双眼直放光 没想到在清源 还能遇到如此极品的美女 看来她这次清源之行 注定会厌浮不浅 她说着笑吟吟地伸出手 想和林雨童握一下手 就在她即将碰到这只玉手时 半道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和她握了一下 然后闪电一般地缩了回去 同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笑道 你好 我是叶好轩 是雨童的 她是雨童的朋友 从小在一个院里长大 就像兄妹一样 林烟连忙打断了叶好轩 你好 小玉一针 然后热情地与叶好轩握了下手 那个谁 让小玉和雨童一起聊聊吧 来这里 我有点事跟你说 林烟的心计果真不凡 她不由分说地扯着叶好轩 走向一边的咖啡厅 叶好轩向林雨童 送去一个安慰的眼神 然后跟着林烟走到了咖啡厅 她倒要看看 这个女人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走到咖啡厅 林烟有些恼怒地坐到靠窗的椅子上 叶好轩也从容地坐在她的对面 两位需要点什么 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 一杯拿铁 低纸 林烟没好气地说 果子里咖啡 叶好轩随口说出了一句 果子里也就是猫式咖啡 属于最贵的那种 既然是林烟拉她过来喝咖啡的 叶好轩没必要跟她客气 林烟直恨得牙痒痒 这家咖啡店主打高端品牌 叶好轩这一杯咖啡 在这里要几千 虽然自己不在乎这几个钱 但是心里总是堵得慌 过不多时咖啡端了上来 叶好轩向侍者说 再来一杯白开水 侍者点点头离开 林烟没好气地端起拿铁 轻轻地戳了一口 然后淡淡地说 开个价吧 多少钱 你能离开玉童 叶好轩一争 然后端过侍者刚刚上来的白开水 喝了一口说 你能出多少 林烟刷刷刷的 写了一张支票 往桌子上一排冷笑道 十万 他心里有些鄙夷 他认为叶好轩这种人 不过是社会最底层的那种 别说女朋友 只要你出足了钱 他连自己的亲爹都可以出卖 十万有点少 叶好轩淡淡地说 二十万 林烟撕掉支票 重新写了一张 他斜眼看向叶好轩 不屑地说 够了吗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但这二十万 你也至少得挣个三五年吧 如果宇童跟了你 只会受苦 况且他的身份 你又不是不知道 面对现实吧 拿钱找个普通的姑娘去 林烟鄙夷的 看着叶好轩 恨事不屑 没魄力 叶好轩摇摇头道 你不是应该直接涨十倍 或者一百倍 用钱砸死我吗 这个女人没魄力 但野心还大 自己说少了 她不应该像小说中的那样 直接加一百倍 或者更多 让她知难而退吗 你的吃相太难看了 林烟脸色有些难看 你的吃相比我还难看 叶好轩淡淡地说 如果我没猜错 你是想借着羽童攀上削脚 如果一旦成功 能给你所带的利润 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我是你的绊脚石 你想用区区的十万打发我 你敢说你的吃相还不难看 你 林烟为之气节 她不得不承认 叶好轩说的是事实 她怒道 开个条件 要怎么样才能离开羽童 叶好轩摇摇头 有些无语地摇摇头道 死了这条心吧 她端起那杯白开水 一饮而尽 丢下杯子离开 她对动物拉出来的咖啡 没有兴趣 之所以点这个 完全是因为这个咖啡最贵 怎么样也要这个女人出点血 混蛋 林烟重重地一拍桌子 回头的时候 叶好轩已经离开了 西餐厅中 林雨童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这个萧玉虽然看起来衣冠楚楚的 但双眼中那丝毫不加掩饰的贪婪 让林雨童一阵反感 她相信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份 在那里摆着 她恐怕早就原形毕露了 叫你林小姐显得身份了 我家跟林一家里关系不错 我就叫你雨童吧 小雨说 林雨童本能地要拒绝 就在这个时候 叶好轩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好意思 她跟你还没有熟到这个地步 小雨眉头一皱扫向叶好轩 虽然林烟说叶好轩跟林雨童只是朋友 但是叶好轩眼神中的不善 让她本能地觉得 恐怕两人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只是现在她还没有把叶好轩放在眼里 像她京城来的萧家大公子 如果连争女人都输给这个穷小子 那她以后还有什么颜面 混迹京城 她直接将叶好轩无视 然后对林雨童笑道 雨童 赏脸一起吃个饭吧 我们家跟林姨的合作 向来是很紧密的 大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她言下之意 颇有威胁的意味在里面 大有林雨童不答应 她姑姑家和萧家的合作 就进行不下去了 好啊 我最喜欢蹭饭了 谢谢萧大少了 叶好轩坐在林雨童的身边 有些迫不及待地叫来了服务员 两份澳洲牛排八成熟 再来三份录一十三披萨 叶好轩对着菜单 狂点不止 专检贵的 萧玉露出一抹冷笑 不过是个土包子 如果单凭一顿饭就能吃穷老子 老子萧家还能在京城 称得上是世家吗 叶好轩菜单 往林雨童的跟前一丢 然后又笑着 对目瞪口袋的服务员说 再来三平四零 马蒂利XO 干一白蓝地 尽快上来 我洗手用 萧玉的脸上微微地抽动了几下 强忍着没有发作 尼玛 马蒂利XO最少得上万块钱一瓶 这压得用来洗手 他的嘴角抽动了几下 倒是没有说什么 心中正盘算着怎么警告叶好轩一段 只是强龙不牙底头时 他的地盘是在京城 不是清园 他也是初来清园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人脉 能狠狠地整叶好轩一顿 过不多时酒先上来 叶好轩竟然真的打开两瓶 然后在服务员目瞪口袋的表情中 跑到一边去洗手 然后把酒瓶丢在地上 至于另外一瓶酒 叶好轩咬咬牙 一口气直接灌进肚子里 看得周围的人一愣一愣的 有不少的人暗地竖起大拇指 按赞这哥们儿真生猛 叶好轩的饭量极大 他点的几份西餐几乎是风卷残云一般的吃完 尤其是吃牛排 他根本不像别人那样 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细嚼慢咽 而是直接用叉子插起来整块牛排几口下去 然后伸了伸脖子吞了下去 这幕看得小语直发愣 暗想这货哪里冒出来的极片 大家好 果为新书都市超级透视 主角陈飞在鬼门关走过一趟 大难不死偶然获得白衣道士契约传承 武术 医术 透视言 通通都有 大热透视题材 吊打各种不服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